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广大灵港 对着嘴巴一点 感恩师父 请帮我看一个六五年属蛇的 我们自己的业障 自己背不让师父背 感恩师父 几几年呐 六五年属蛇的 难的 看什么 看他的身体 长东西嘞 对 反恩 哎呀 麻烦了 有灵性啊 经常发脾气啊 突然之间发无名火啊 对 反恩师父 其实是那个灵性在他身上 他现在很痛苦 听得懂吗 知道 你自己要改毛病啊 好 我告诉你啊 你这个老婆虽然讨厌 啊 叽叽呱呱的 但是你呢 也不要在外面 啊 再找了 因为你太累了 你的身体已经不行了 超负荷了 没有 你知道的 我知道还你知道啊 没有呢 开什么玩笑 你知道我是谁啊 他都不敢讲话 你讲 算了 你在我就不讲了 因为我知道你 没有用的 他就是有 你也只能在家里哭哭 所以我才敢讲 要是你很凶的话 他是怕老婆 我肯定不讲了 你要叫他自己 收敛一点 好好念大悲咒 听得懂吗 你现在 记住 要念大悲咒 知道 你自己要 马上许愿 绝对不吃活的 而且不杀生 我 14年开始 吃全素 现在吃全素了 快两年了 快两年了 是啊 你现在几岁啊 51岁 你现在这个灵性 700张念调 好的 好吧 你不要做坏事 700张念调 台长可以救你一命 听得懂吗 否则我不救你 谢谢台长 你大概在明年 明年的四月份 你可能就这样了 厉害吧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不要再做坏事了 我已经肯给你面子了 而且不要去 英事少做 英事包括钱财 不该得的钱财 不要得 明白吗 明白 你要记住 你有放过高利贷 就是借钱给人家 没有 没有啊 想一想 你不要以为你说 我借钱给你 我没问你要利息 但是人家给了你很多的回报 好像送给你 就是像利息一样的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好好的听台长话 好好改毛病 现在一天念五遍礼佛 好吧 好的 你能吃全素是很好 我就替你跟菩萨讲 救你一命 好吧 我们是 我是13年开始学的 13年就吃全素 他就是14年吃全素 我 他是13年 现在他的报应 不是1314 要死 1314 你听我讲 现在他需要的 他现在的业障 在身上爆发 他是过去造的因 听得懂吗 不是现在 他后来吃素之后 人是好很多 但是过去造了很多的因 明白了吗 你好好叫他改啊 叫他忏悔啊 你根本不知道 你这个人 你傻得不得了 听得懂吗 像你这种人 他把你卖了 你还给他数钱呢 听得懂吗 你根本没他有脑子的 好了 你好好帮他念经吧 把你老公保住就好了 要多少放小房子 还要放生多少 刚刚讲过吗 700张 刚刚不讲过的 你们脑子都不行了 听得懂吗 小房子 放生要放3000条鱼 好吧 请帮我看一个王人 我的爸爸 看现在在哪里 叫什么名字 叫草头黄 黄灶 险 险在这险 灶是什么灶 灶 就是一个脚趾盘 一个灶 几几年走的 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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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爸爸很好 人非常好 手脚勤快得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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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大讲话的 偶然发发脾气 人非常好 已经在天上了 在御界天了 看上去我告诉你 很慈祥 很慈祥 总是笑嘻嘻的 好像发呆一样的 对不对啊 你妈妈骂她 她也是这样的 对不对啊 她怕老婆 好啊 好了 好好念经啊